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出一个表单 当然这个在云端的课程里面 其他的那个Google的云端应用里面会提到 像做这个表单 大概顶多几分钟的时间就做完了 因为我只要知道说我要做什么 设计比如他的这个问卷名称 副标题这个可有可无 那里面的话也许就是 我可能问的这些问题 那他需要用哪一种方式去回答 那我就把它选择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就是丢给各位啦 那但是因为本来的网址其实非常的非常的长 所以这么长的网址 我是把它用那个GOO.GL这个服务把它缩短 那这个网址其实这个GOO.GL其实非常好用 你如果要产生短网址加QR Code 我还蛮强烈推荐的 因为这个打一个GOO.GL Enter一下 然后你就把那个什么 产生的这个长的网址 他这边有个查看即时表单嘛 那我刚讲就是说其实里面你要做那个表单的话 就是第一个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式回答 那其实我只有用文字 就是单行的 多行的 还有单选跟复选 后面下面都没有 大概这四个大概95%以上的工作 表单其实都够用了 做完之后呢 就把它查看即时表单 然后呢 他就弹出来了 不弹出来应该 这边查看即时表单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个画面了 那因为这个网址太长 那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再开那个GOO.GL 记得要登录你的Google帐 因为他也跟着Google走了 把它贴上之后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短网址 这边有个Details 这个Details做什么呢 就是QR Code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影像 你如果要贴到Word 以这个PowerPoint里面都OK 那将来呢 人家直接拍照 有没有 扫描QR Code 就可以连到那个问卷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让人家填问卷 比如说有一些 那个民众 他 你要让他填 你给他纸本 其实好像发现现在 对纸本好像越来越烦 越来越排斥吧 可是看到QR Code就很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 你帮我扫一下 他还蛮愿意的 可是你给他纸本 他会觉得 那因为你QR Code扫描之后 你跟他讲说 你不一定现在填 你就是找个时间帮我填 留一下什么资料 那我可能会再跟你联络 我怎么样 其实这种方式 对一般比较赶时间的民众来说 会是一个还蛮多 蛮好的方法 那里面不用做太多事情 就是Google表单 产生那个短网址加QR Code 那最后你 问题是你的东西 他如果填完东西跑到哪边去 其实就跑到这个表单里面的查看回应 上面不是有回复吗 那你们总共有三四位同学填的这个问卷 那我只要按一下查看回应 他就会跳出那个Google的四串表 那也就是说呢 他就会到我的云端的四串表 其实他跟Excel是相容的 其实他就是Google版的Excel OK 那里面的话 如果说我想要知道 比如说像各位填那么多资料 如果我想要知道什么 大家的一个就是一些概况 想就是说呢 比如说你们的那个一些学习的需求等等 那我就可以利用里面有个功能 把它重新 可以产生那个快速产生图表 那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Google的网站器的版本比较旧 因为这一间教室好像比较少用 然后所以这个功能没有出现 另外他在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他可以把这个这个Google表单下载成Excel 所以我常常就是说呢 把资料填到这个云端上 那如果要再下载 其实直接下载Excel档就可以了 可以再做后续的应用 因为这个功能 现在是看起来是有点问题 所以没关系 大概先知道一下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问卷的大概结果 第二个就是 我写在白板上面 第二个连就下载 那请各位等一下就帮我下载那个范例档案 那我发现各位好像对那个云端硬碟 使用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救手了 不过我蛮建议 很多工作其实如果利用它 很多问题就很好解决 像刚刚那个 就是Google的表单 主要也是用云端硬碟 那它怎么出现的 我是建议第一个 你要用Google浏览器 第二个的话呢 点击它的右上角 云端硬碟 就这里 那刚刚那个东西怎么出来的 其实就是从这边新增更多Google表单 就这个东西 你点进去之后呢 它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话 里面的话就是你的标题 跟你的副标题 第一个问题 再加第二个问题 再加第三个问题 那做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刚刚看到的 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其实我刚刚做的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慢慢下来 那它有分新版的跟旧版的 那因为我是用那个 我比较习惯用旧版的 所以它这边好像可以让我 这好像没有可以移到旧版 之前有一个小人在这边 可以把它切回旧版了 不过各位也不用担心 就是基本上 它的阶段大概就 你如果试用 也可以试用看看 里面其实规则并没有很复杂 那这个是有关Google表单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的东西也是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要把所有东西都下载下来的话 在这边呢 你可能需要的 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在云端一连中开启 那如果说像同学 可能习惯在自己 就是随身碟上 你可以先在云端一连中开启之后 这边就可以整个下载了 它可以全部下载 但是下载下来之后 它是一个压缩档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可是如果 我想暂时可以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在云端上面 你只要连进来之后 你直接点击它 就可以开起来 那等一下请各位 完成第一个 范例档的下载 那范例档怎么下载 我发现同学跟它不太熟 所以点击它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不是点进去 点上面不是个箭头 点击它 它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下载中 那如果你是用Google浏览器 它会 其实SIE 理论上新的版本应该在下面 不过我把它直接存 它会问你说放哪里 放桌面上好了 这边点桌面 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之后的话 因为档案不大 大概两三秒钟就下载完毕了 在这里 按右键 把它解压缩出来 按右键 或者你把它点两下 直接打开来 然后把它 因为它是一个VIP的档案 把它解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按部就班 也许先从文字与资料函数开始 然后按部就班 这边有个解压缩全部 或者是用7 这个也可以啦 或这个也可以 我习惯用这个 然后Extract 这个解压缩 到范例档 把它解出来 OK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把压缩档 变成一个资料夹 那你就把这个资料夹打开来 这边就有个范例档 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一二三四五 总共我分成五大类函数 那我们就是这两天 要把这个五大类函数 全部讲完 不过可能性很低啦 但是我尽力 你们可能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们也不敢课啦 可是就是至少让你知道 可以给你一个导览 至少让你有个宏观的了解 那以后的话 你就把这些熟悉之后 至少在你工作上面 效率提高 有一定的帮助 那因为未来也许 你可以再慢慢增加 增加你的能量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其实做事情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先开启 第一个 01 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个问题 那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会有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请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电话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你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综合练习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这边有个手机的栏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你把那个手机这个栏位里面的答案 是填上 上面 因为有没有看到 类似像这个是一个 一个格式 这个三码是由这边而决定 跟这一样 这个两码是这边决定 这三码是由这边决定 这个三码是这个地方决定 那前面就是09 所以一定0911 084 007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 到底要补几个零 OK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快速的完成 这件事情 方法不止一个 那当然我讲过了 最好是怎样 可能在旁边有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你全部完成 一键完成嘛 可是那个是比较后面 因为你要自己产生这个按钮 OK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你想想看插入函数 里面有没有什么 哪一个函数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限 答案不限 里面当然有提到 用REPT加LEN REPT是repeat repeat哪一个字 0嘛 repeat几次 根据LEN LEN是你那个字有几个 可是刚好有几个 你想说有几 那有几个跟 这个里面的数字有关联性 如果它里面有一个字 那就补两个 为什么 那你可以想一想 它的逻辑 用三来减嘛 三减掉一个字的话 那就两个 有没有 三减一一个字 有没有 那就补两个零 所以你可以用三去减啦 OK 这边应该可以想想看 不过 当然方法不是只有一个 可能还有其他的函数 你可以从插入函数里面可以看看 这边有个插入函数 在这边 你可以发现它有类别 其中有个类别是什么 文字 有没有 那文字类里面呢 就有很多答案 当然你会想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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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能解决问题 可是总有里面可以解决问题的 那里面这么多函数 其实也不是要你每个都学习啦 你主要要知道就是说 你怎么去使用它的一个固定方法 它会有一个固定逻辑 你只要看懂那个逻辑 你即便那个函数你没有用过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OK 比如说你点击啦 你会发现这个 里面呢 有没有 它有一个什么呢 将数字转为文字嘛 然后 这个函数 它里面要传什么东西给它 它会给你什么结果 它底下都有说明 它会有干要说明 如果还不够清楚 下面有个函数说明 可是你刚开始会 当然会觉得这个很陌生 不过看久了之后 大概会越来越习惯 那你可以很快可以掌握 即便我没用过 但是我可以很快把我要的东西做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续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 先把那个范例党解压说 开启 这个范例里面的这个 文字与资料的第一个这个 里面有个范例题 那我们按部就班 也许解决的方法很多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一个一个再来解决 OK 那后面主要是 范例部分 主要都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会提供给各位的所谓的参考答案 但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标准答案 因为你用什么方式 只要你能做出来就好了 OK 那哪一个方法最快 那你用哪一个方法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很有弹性的在 在做一件事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 云第二个连结 里面的范例党 把它下载并解压说 开启第一个范例 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试试看 我们下载并解压的 我们下载并解压的